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此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MyRadio的月费计划 付费支持自由发声 请支持MyRadi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直播室 今天第3节讲台湾选举 我刚刚在Facebook出了个Post 有感而发 我说台湾民主选举政党媒体 比烂世界第一 比烂就是斗碎 比烂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 老迅讲的臭丛论 他有遗见 你的停车场都用来牟利 快地做停车场牟利 他老婆外交 那个物业租给那些学生 做学生宿舍 接着现在家人租五个水 你在那里比烂 你赖清德也好 侯友仪也好 柯文哲 你不在那里讲国计民生 国家大计 你在那里比烂 看谁比烂 看谁比烂 那千多万有资格投票的人 多可怜 是吧 他们在那里比烂 选民就是比没那么难的 比没那么难的 在那里比烂 比烂主义 斗烂 这个叫做 但这个比烂的意思 你可以说是斗烂 但我说的不是斗烂 而是鲁迅说的 所谓的臭重论 你赖清德明明有遗见 你到现在都不差 接着你就执抑网军 你就搞这两个 于是选民觉得 原来三个都烂过 是吧 整个选举就是负面文宣行第一 是吧 所以选言语能就是乌托邦 选举一见束 就专政即开始 这个是当年卢梭说的 选举一见束 就是专政即开始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你有多少个党 在国议会里面就是那几票 你人民或者选民只是敲门尊 是这些人夺取权力 或者保持权力的敲门尊 选到之后 就关人事四个大志 接着自己就去找着素 找钱 贪污腐败 亚洲食民主 这些就是 用大大声 亚洲民主灯塔 真的要学陈公博说那句 国是吊纳 心是乱如麻 不懂得陈公博 想维基百科查一下 这是大人物 台湾人民 你是不是应该要看看 我们这位广东政坛大佬 陈公博的这句话 国是吊纳 心是乱如麻 广东话很传臣 台湾的政治 民主政治就是诈骗集团 就是几个诈骗集团 说这些不知道会否变成公言侮辱罪 不知道我侮辱你的政治 你老不懂 于是 今天我就 有感而发 看选举 我要讲选举 观察现在有选情 我又要讲 我都很惨 你明白吗 我以前写文章 讲这个 所谓政党政治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都会从这个 权力欲的角度来看 这些所谓民主选举 没有了权力欲 这些所谓政治 等于没有了灵魂 全部都是和权力欲无人 欲望有关的 你要有一个长治久安的制度 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 选举制度 去令到这些权力欲的宣洩 是通过一个合法合理合情的途径 去宣洩你的权力欲 应该是这样的 而宣洩你的权力欲 你合法取得权力之后 或者得到大众认同 就是赋予你权力之后 你就要注意权力的界限 以及你要知道权力的来源在哪里 是人民 你不能够有权之后 你就是在背叛人民 这些是很简单的道理 是吧 所以我在Facebook 我做了一句 引述美国政治理论家 加洛默德的说法 他说只有两个原则 统述着一切的政治 两个什么原则呢 第一 用一切方法取得权力 甚至是那最卑鄙的 第二是 用一切方法保持那权力 甚至是那最卑鄙的 第一 第一 就是说你要夺权 你要用尽一切方法 甚至是最卑鄙的方法 你不想政党轮替的 你要用尽一切方法 保持权力 只是你现在执政的 你不想政党轮替的 你要用尽一切方法 保持你这个民进党执政 你这个权力 不可以让你国民党 或者民众党可以拿到的 用最卑鄙的方法都要的 你哪有错 这些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 再读一次 只有两个原则 统述着一切政治 现在一切政治是包括民主政治 极权政治 第一 用一切方法取得权力 甚至那最卑鄙的 第二 用一切方法保持那权力 甚至那最卑鄙的 那些 极权政治和民主政治 都一九一 昨天我才有 有人跟我说 那些人不听你的节目 你讲粗口 他又好像不是很想听 但又有人跟我说 你不说粗口我才不听 我真的无所释从 那我就不会跟你们的指示行事 我喜欢我便说 我需要说 我便说 很简单 你说现在台湾是否这样 最近的选择 你已经看到了 你赖清德的民意调查 不停下跌 就因为遗见 然后你现在要搞侯友宜 搞安民节 现在那些民调又开始有些法 又有些出来 有一些民调就显示 差距 他又扩大了 本来侯友宜 和赖清德很接近 现在有一个民调就说 他们相差差不多九个百分点 即是你赢得更加 那就好了 恭喜台湾人 说这些东西 有些人觉得你不要说 浪贵了 没什么意思 当然要说 说就是 大家提高警觉 所有 刚才说的两个原则 统述一切政治 即是说人民是最悲惨的 最无奈 所以我对民主理论的先驱 我最佩服的就是牢疏 那么多年前已经告诉你 议会政治不可靠 政党政治不可靠 他是提倡直接民主 OK 由人民去亲自创制法律 是吧 所有这些所谓议会 或者政府 它全部都是一个工具 是吧 人民才是目的 是吧 这个有什么错 是吧 距离这个选举 还有两个星期 更多一些 17日 很快的 今天已经是12月27日 28 29 30 31 接着1月13日 就投票 OK 现在最新的民意调查 10月26日的ETtoday 就是 蓝销配38.1 侯康配34.8 柯文哲仍然是20% 以下19.2% 美丽岛电子报 賴清德 拋来侯友宜 九个百分点 柯文哲就继续排在榜尾 柯文哲看到会很开心的 柯文哲看到会很开心的 因为他和侯友宜的差距 只有3% 这个蓝销配33.3% 对侯友宜26.5% 这三个民意调查 就看到美丽岛电子报 和镜新闻的那个 侯友宜明显被蓝销拋离 但是接下来 就可以看到未来的发展 但是现在有一件事 柯文哲一定是瓜德 这个不用想的 不但柯文哲瓜德 后友宜 虽然他最近的声势不错 和他在政见法表会里的表现 并不比他们两个差 但是 现在又整单 他外家 他老婆 有个物业租给学生 接下来说他加了500元租 这个月 又可以炒作 所以这些便被烂 这些民调 人们就立即有这个反应 但即使是之前 两个差距很近的时候 我都认为 賴清德的胜算是相对比较高 还有民进党 他真的很擅长 刚才我引述洛默德的说法 用尽一切的方法 保持那权的 甚至是最卑鄙的 这个就是民进党 那就是这样的 那些人说政治就是这样的 那人民在哪 是吧 是吧 亚洲民主灯塔 我真的要吊那妈 是吧 立委那里 上次我都说过 国民党仍然是排第一 但是 镜新闻的人 因为镜新闻是绿型的 我要讲一个机构效应 给大家看 区域立委 民进党29.6 国民党29.4 民众党11.7 这是区域立委 不分区 国民党仍然是领先31.5 民进党28.3 民进党19.2 就算是镜新闻这个最准 假设 那都是国民党赢的 这个区域 这个立委的席次 都是国民党 会比民进党多 不是 民进党的 民进党上两届都过半数 一次是61席 一次是65席 对吧 57席就过半数了 你超过60 国会就是最多数党 总统也是你 多数党也是你 那就发达了 对吧 但是今次呢 极有可能就是 在立委的选举 民众党 这个三党不过半 那三党不过半呢 就是民进党作为执政党 如果假设 賴清德赢了总统 他当不过半国会的话 那他就会变成 就是 就是 低脚鸭 因为所有的法案 你都要经过立法院通告 OK 那施政就很困难了 一定 斗争就不断了 这个 这个就是 现在最新的情况 就是这样 现在只能讲民意调查 但是我的焦点 就不是讲民意调查 是吧 就是刚才大家可以记熟 那段说话 诺密德说的 是吧 就是 就是 以下这两个原则 可以统述一切的政治 是吧 一 用一切方法取得权力 甚至那最卑鄙的 二 用一切方法保持那权力 甚至那最卑鄙的 这种说法是 反映客观的事实 OK 刚才我讲这个 关于陆委会发的文宣 就是说香港人 就是他们对香港人 香港移民的数据 是不是 我就说他在玩数字游戏 刚刚就 我们的老友叫三哥 就传一些事件给我 他是台湾的乔生 就是毕了业很多年那些 他说他翻查内政部移民署 过去公布有关香港人移居 台湾的统计资料 我就将他 送给我这一段 刚刚的 因为他在看直播 我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些就是互动 他拿了这些资料 我不说不行 不说我也对不起了三哥 所以我要说 这些就是他刚才翻查内政部移民署 过去公布有关香港人移居 台湾的统计资料 2018年 居留人数4148 定居人数1090 2019年居留的人数5858人 定居人数1475 2020年居留人数1576 2021年居留人数11173人 定居人数1685人 即是去年居留人数 即是去年居留人数是8945人 竟然跌了2千 定居人数又狂跌1296人 好了 2023年1月至10月居留人数5627人 定居人数又1879人 他说这是约数 因为未找到真实的数字 只是以官方宣布 过往五年大约9千人 这样计算出来的 过往五年都只有9千人 那我身份证 你老美 是吧 所以如果按照现在的条例或政策 香港人到台湾居留 批准定居最少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最快 所以2018年开始居留 最快于2020年才能够取得定居 这是平均数字 因为他有医亲 有专业人士 有读书 批准业在做事 再申请定居 还有所谓 投资 是吧 现在最新拿到定居的是 2022年以前已经居留台湾了 是吧 那就是说 2018年至2021年 居留的人数 居留 即是拿居留证 没有身份证 OK 是有31992人 2020年至2023年10月 定居的人数 大约6436人 百分比是20.12 所以官方的说法 定居核准率是近七成半 即是说 2018年之后 至2021年年中 来台湾居留的 31992人之后 大约8581人申请定居 其他那两万多人去了哪里呢 以上这些数字 全部来自官方 这就是三哥送给我的 我读一次出来 那你就可见这个政府多混蛋 最近我看到那些六位会的文宣 就是港澳署的署署都送给我的 你看我们现在多了很多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记得交台费 还有我们myradio台湾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 我们大概最快第一条片 下个星期会出的 现在在剪 其实也很麻烦的 因为刚刚出 我拍了一段 就是访问我的 我讲话 自己在这儿 夫子自道 介绍这个节目的 大约那段片有二十多分钟 刚刚才配了字幕 应该下个星期出 接着我们这几天 就有一两个访问在做的 因为现在我们是外判了被人去做后期 所以大家的合作还未很纯属 我们希望在一月之后 这个选举后 比较 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选举前 大家都很忙 那我要找那些人来 大家入忙于 就是让选举搞到分头转向 所以我们现在就尽量 拍得多少 得多少 錄得多少 得多少 一定是每个星期都有两段片出的 所以希望过了这个选举之后 就会正常回来 现在我们就会出去外景拍一些节目 我希望这个节目不只是讲选举 讲传媒 讲台湾的政情 或者讲两岸关系 美中关系 那是其中一个主要的部分 但是我们又会做一下台湾的所谓人民风景 台湾美好的一面 那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要常常说我都去唱衰 我讲大家要留意 我是讲那些媒体和政治最不陷的 那些做媒体的人 做电视的人 做电视评论的人 或者做主播的人 他可以面不红耳不叶 你什么 喂 似问乐场 不问是非 认为是对的 这样才是大事 好了 今天讲到这里 还有几天 其他交台费 支持MyRadio 当然我们有个购物车 有个台湾频道 希望大家也可以购买 那个台湾频道 支持我们这个台湾频道的经费 多谢大家 拜拜